为什么日本要花一千万日元给房子挂上一千零三十一根绳子呢? 事实上,这全败地震所赐。 由于日本刚好处在太平洋板块和亚欧板块交接处,据不完全统计,全国平均每天会有四次地震,还六级以上的地震,每年更是不少于一次。 这意味着房子如何更加的抗震,成为了当地居民当下最重要的问题。 而这座四周拉满绳子的大楼,便是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型抗地震设计。 这些绳子从房顶的小房子里伸出,然后沿着天台的边缘直接固定在屋外地面上,将房子紧紧地拉住。 也看每根绳子的直径并不粗,其实一千万里大部分都用在了它身上。 这种绳子采用了特殊的热塑性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,六根绳绳利用灵活的螺旋材料方式拧出一根线杆,不仅强度高,在重量上还要比铁青90%, 而将整整1031根这样的绳子挂满房屋,就相当于用铁丝紧紧拉住它。 当地震发生时,房屋产生左右摇摆后,绳子便会发挥作用,向相反的方向拉伸。 松阿克福建筑的晃动,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结构损坏以及人员伤亡。 而除了建筑的外围,房子里面同时也加入了2778根绳子,分别放在窗户以及楼梯旁边, 以确保房子不会在内部倒塌。如此特殊的设计,大家觉得到底怎么样呢?